最近的一年多来 由于新冠疫情 我国的各个场所 进出入经常要有查体温 测量身体温度的方式 有五种 相对来说最准确的就是肛温 就是把温度计 伸到肛门里面测出来的温度 那第二准的 相对来说就是耳道内的温度 就测耳朵里的 然后接下来按照排位下来 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 就是额温 额头的口温 还有夜温 肛温的温度 是最接近我们人体的中心温度的 所以它的温度 也相对来说是最高的 肛门温度超过38度 就可以认为是发烧了 也是最准确的 但是在人口很密集的地方 那不可能进出火车站什么的 测一个肛温对吧 就会采取测耳温的方式 它的标准温度 会比肛温稍微低一点 定义为37.8度为发烧 但是它有个缺点 就是比较好成本 因为它要带一个套 这个套是要有成本的 所以一般只有在比较正规的场所 比如说出入镜 飞机上面才会用这些东西 然后就是口温和夜温 相对来说大家都不是特别的陌生 但是有个缺点 就是它饭的时间要比较长 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就口温的发烧定义是37.5度 夜温的话是37.2度 所以它同样也不适合于大规模的这个场所 理应最常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测额温 额头的温度超过37.5度 就可以理解为是发烧 那现在像一些人流量非常大的地铁口 一般都有一个红外的测量 会有一个很大的屏幕 每个人的脸走过 头部的这个额温就会被测量出来 那如果超过37.5度就会报警 那这个也是比较正规的一个方式 但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最近经常会出现一些场所 要求测量这个腕部的温度 这可能是一种以而传而或者说是自作主张 可能觉得人们的这个头在风中走 可能会温度降低不准确 事实上在这个标准的医学中就没有腕温这种测定的方式 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手腕处于人体的肢体的最末端 它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你稍微天冷一点 升到外面这样换几下 它可能温度一下就下去了变成35度 甚至变成34度都有可能 所以正规的测量方法应该还是以测额温为主 此外一个人的温度 其实在一天中的不同情况下也是变化很大的 比如说像女性的话 身体的这个激素波动会比较大 像下午的话就会偏高一些 白天的话就会偏低一些 就是如果测出来有发热的话呢会要求隔一段时间再测一次 此外呢这个测量的时候这个基础的环境温度也非常重要 如果在零下去测的话 其实呢都是不准确的 当然呢这些测体温 其实也并不能完全排除新冠疫情 因为很多新冠肺炎的携带者呢 它的体温是并不甚高的 甚至连症状都没有 当然呢这个测量体温的这个光卡呢 罗西西认为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呢 对各位出入各个场所呢都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所以这样子呢可以减少大家出去的一个机会 就是造成了一些出行的成本的增加 但是呢既然已经去实施了 投入了这样的人力物力了 罗西西觉得呢还是最好的去测比较标准的方式 就是测额温的方式 那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所在的家乡的各个单位 对它测量体温的方式是否正确 好的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呢测量这个体温 一般来说比较标准的就是五种方式 就测量肝门的口腔的腋下的额头的和耳朵的 相对来说呢最准确的就是耳朵的和肝门的 那近些年呢一些测万文 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不建议各位使用 希望这期视频呢能对各位朋友们有帮助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